我也明白却是过 我远也回头心上的暮雪 莫先生 我不想再这样 你不想哪样了 网上那些照片的事情 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不想再过这种备受煎熬的日子 请你放过我 那你不管你舅舅了 我为什么还要理一个 出卖我的人 真的 那可以啊 但是你不要后悔 到了那个时候 我不会再接受任何条件了 你看 瞧瞧你这个样子 我又不是老虎 啊 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那是因为 我要时时刻刻把你留在我身边 好提醒我 千万不要忘了 我还没完成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还要赶去机场 要不你就马上关门 要不你就马上下车 但是只要你一下车 我就马上 把你舅舅送去坐牢 怎么样 先送我去机场 童小姐 到家了 童小姐 您回来了 吃饭了吗 童小姐 先回家吧 等莫先生回来 再好好跟他谈谈 嗯 你们放过我好吗 童小姐 我们回去吧 不 我不要回去 走 我不要回去 走 我们进去吧 进去吧 我不要回去 童小姐 童小姐 老马还不快去追 追上了又能怎么样 难道把他绑架回来 我去给莫先生打电话 丁管家 此刻莫先生正在飞机上了 手机是打不通的 那怎么办呀 莫先生到了那边 一定是忙于攻势 我们就不要烦他了 还是等他打电话回来再说吧 也许童小姐 今天晚上就会回来 你怎么还不睡觉呀 不是让你先睡吗 我睡不着 我刚洗完澡出来看你不在客厅 就知道你在这儿 你怎么还不睡觉呀 你想打给谁呀 是不是打给那个姓莫的 不是 是萧珊 你打给他干嘛 我想跟他说抱歉 为了让他安心地回到林子贤身边 我对他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既然已经绝情了 就说明情已尽了 你何必再纠缠呢 是 你说得很对 其实 我也是明白的 只是我心里特别难受 过来 其实 我和萧珊早就缘分近了 只是我一直在做梦 因为我 害得大家都那么难看 伤害了林子贤 又害到萧珊被莫少青侮辱了一顿 其实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都是别人伤害你好不好 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你只不过想给自己找一条活路 谢谢 还是睡不着对不对 那我们喝点酒好不好 喝点酒就好睡觉了 如果还睡不着的话 那我们就喝醉了 嗯 贺姐还有事吗 早点休息吧 我就是要请你早点休息 明天就有结果了 本来海南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有了七分的把握 可现在谁也说不准 只能停天由命了 明天 你又要赶去参加股东发布大会 早晨七点的飞机 所以请你早点休息 别再胡思乱想 别再睡过了头 没事了吗 晚安 好 喂 她怎么样 童小姐她 她怎么了 她没有回来 我猜她是想出去透透气吧 也许明天就会回来的 好 知道了 我原来以为自己特别惨 我妈死得早 我爸因为挣钱经常不在家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不过现在我才知道 我刘月盈啊 可幸福了 这样才好啊 总不能让你一起惨啊 我们两个之中 早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你幸福我就开心 可是什么才是幸福呢 大把大把的钱 还是大把大把的男人 是她 随心所欲 求之得之 或者 没有遗憾 嗯 可是什么才是幸福呢 是她 不要 不要 喂 你真的不回家了 莫先生 那里不是我的家 在刘月盈的家里 不 不是 你还有别的朋友吗 除非你跟我说 你还有脸回到你初恋男朋友身边 那我就真的服了 那我以后 都不敢再打扰你 莫先生 我不想见你 我想安静几天 要不要我亲自去接你啊 我不想见你 我想安静几天 你真想让我送你舅舅去坐牢啊 还有你那个好朋友 刘月盈的爸爸刘亮春 她好像最近 在跟我们远中合作 投进去的钱还不少呢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你又在威胁同学了 刘小姐 我以为你是禽兽 是魔鬼 原来你是个病人 你是不是小时候说过虐待 有童年阴影啊 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你那么害怕了 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 我心里直发毛 他的语气 他的声音 我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 还是会害怕 你别怕 我找律师告他 那我舅舅就会坐牢的 那我舅舅就会坐牢的 你还理他呀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你又不是圣母 你救得了谁呀 你先管好你自己好不好 别回去了 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